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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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又五分钟 已经好多的五分钟了 别浪费力气了 他天生有瞌睡症 懒过我 没得救了 可可呀 其实起床吃午饭已经算很晚了 求你快点起床吧 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 起那么脏啊 我要教请你才有饭吃啊 我肚子好饿啊 没办法了 哥哥 好饿啊 梳好了 好饿好饿 可以走了 思思再这样下去真不是办法 皇上啊 不如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啊 啊 什么这样这样这样 行吗 晚安晚安 不是 晚安晚安 思思你每天都睡到日上三更才起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为了让你的生活更加有规律 变成一个高贵的哥哥 决定决定 从明天开始 明年度上书房 接受三日的军事训练 上书房军事训练 哎呀 那我是几点 那我是几点钟就能起床啊 七点哥哥 上书房上课通常是早上七点 七点 七点起床就是要我的命啊 啊 你为什么能不能这么残忍 逼我去看家什么上书房去去 对思思来讲 好像很残忍啊 皇上 万丈高楼平地起 要格个成才就要从最基本的做起啊 那倒也是啊 思思 就这么决定了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小孩子了 为什么没有东西看了 小咪啊 我明天要是去了以后 就不可以再给你挠肚子了 是去军校而已 又不是拦你去行刑 要七点钟起床啊 那比行刑还惨呢 我平时都六点钟起床抓老鼠了 哎 我是人 而你是猫 你是不会明白的啦 我不是不明白你 我是太了解你了 你傻嘛 跟一只猫说话 请你吃鲍鱼啊 你倒是真的想的美 其实吃不吃都不重要了 反正我明天都难逃一劫了 对了 你知不知道七点钟起床是什么感觉啊 七点 不知道 我每天都是六点钟起床的 吃鲍鱼 六点 鲍鱼 鲍鲍鱼真是好味道 鲍鱼 鲍鱼 哎呀 好味道 哎 坐不高啊 你可不可以做最好的晚餐给我吃啊 我明天就要醒醒了 哥哥呀 你无缘无故的行什么行啊 哎 行早行啊 明天早上我要七点起床 我每天都五点钟起床准备早饭的 啊 什么 五点 是啊 五点钟起床 你没有听说过吗 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早睡早起会身体好吗 那么晚睡晚起身体不就更好了 咦 听着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啊 哇 今天苏太傅又讲了两个星星减脂给我 很快就可以贴满一本象征着观学生的剪纸布了 剪纸这么漂亮 真的很舍不得贴起来呀 好开心呢 难道是老天都知道我快要醒醒 送些剪纸来安慰我吗 这些剪纸这么漂亮 让我把它们贴起来吧 让我再看一遍 让我再看一遍 容露遥 你怎么这么生气又失好功呢 老伯哥 有没有看见我的剪纸啊 剪纸 我没有看见啊 怎么会这样 不去吧 你不可以把这些剪纸贴的到处都是的 这些油漆会脱落的 我撕不到 你帮我撕吧 那这啊 我最讨厌小孩 不给你看 你在干什么呀 不你帮忙撕吗 明天进军校你就知道了 贴在这儿进来吧 真漂亮 你是谁呀 你知不知道老伯企的剪纸是我的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已经违反了很多规矩了 第一就是不问自取 第二就是实意不报 第三就是破坏公物 有这么严重吗 眼前好不容易收起了这些剪纸 好 那还给你吧 你知不知道 以前曾经有个不问自取的人 后来是什么下场 这些剪纸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格格你还不睡觉呀 明天早上七点就要上课了 人家好不容易收起了这些剪纸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这么紧张剪纸啊 不是吧 这么早就开始练兵了 集合 他怎么会在这里 现在开始点名 郭大武 到 王辉军 到 心柔柔 也就是我了 到 思思格格 到 原来是你啊 喂喂喂 他到底是谁啊 他 他不就是风将军的女儿 心柔柔 也就是上书房 武术师傅的女儿咯 柔柔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这么不懂规矩的人呢 他是思思格格 就是皇上的女儿 格格又怎么样 进了上书房 就解手这里的规矩 你们到上书房军事训练班 要守纪律 合格的 就有机会离开 这是你们的班长 不是吧 可以吃饭了 郡主 你也在这里啊 你不怕辛苦吗 我有鲍鱼吃 就不怕辛苦了 你惨了 原来你得罪了柔柔 我还是离你远一点 老伯 为什么你这么年纪还在这里啊 我七岁的时候就进来这里了 那你今年多大了 七十七了 七十七年 记得你七十 你在这里七十年了 我小时候经常睡懒觉 被我的皇阿玛罚进来 每次都不合格 直到现在啊 纳兰你给我出来 老师说你操行差 要继续接受军事 休息一下都不洗 怎么样格格 习不习惯呢 你还不起床啊 五分钟了 有人想你继续睡啊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进来就得守这里的规矩 其实我不是有心要贴你的剪指的 别再说了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出来 你现在是跑还是走啊 怎么这么慢呢 我累了吗 你给我听着 我要你再多跑五圈 这么反对喊累的 累就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就要多做运动 你跟大队跑完之后 要再多跑五圈 不许偷懒知道吗 跳蛇 我喜欢 装作不会跳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啊 他没跟皇上相认之前 曾经跟武林高手学过舞 但是他学什么都没有耐心 只是对逃走的功夫有兴趣 所以就专心学习轻功了 永长都是这么交代 重学的身世 难不难呢 够了 不用跳了 你回去吧 不用发了 好累啊 惨了 还有两天 扎片手 扎定着位置 耶 哈哈 达急刷斜斜续 先走了 有啊 一时有 克服自己的恐惧 发挥自己的潜能 一直有啊 帮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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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味道 快点啦 收了我的钱还想偷懒吗 嘿嘿 又来个湖口气啊 嗯 嘿嘿 啊 我的洋葱鲍鱼啊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有看见你啊 我这么大的人 你都没有看见 有没有搞过 对啊 你怎么回来 还有一个系统 不关你的事 你傻傻的正在这里干什么呀 原来不是要烦我呀 嘿嘿嘿 你们两个呀 一个用救生区还吃东西 一个就找别人抬你过河 你们两个就要烦跑步 两个钟头 我受够了 我饿我是金火 你居然敢这样对待我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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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这里是皇上授权给我的 进到这儿 就得守这儿的规矩 嗯 两个钟头 我现在就去换衣服 啊 啊 嘿嘿嘿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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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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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了 啊 啊 人家把我们那么重还没有饭吃 你说什么呀 我现在是罚你们跑步 不是罚你们没饭吃 太早了 原来它还挺公正的 大家现在休息一下 新的我做好了 请问一下 这些新兴剪纸到底有什么用啊 这是用来奖励那些勤奋学生的 如果成绩好 就可以得到一张剪纸 柔柔就得到最多了 她很重视 那么这样的话我也想要 好呀 既然你这么想要 那么你明天就做个乖小朋友 我就讲一张猩猩剪纸给你咯 好啊好啊 好 这次你们可不许耍赖哦 她就是皇宫里顽皮出了名的 丝丝格格咯 就是她呀 她挺可爱的嘛 明天早上 我一定会准时起床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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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啊 又是你做的好事啊 啊 嘿嘿 哦 嗯 哦 嗯 嗯 这么早 这么快 这么聪明 这么努力 当然了 苏太夫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张剪纸了 柔柔 你告诉我 思思在今天的军训中听不听话呀 好吧 思思 既然柔柔都说你听话 那我就给你一张剪纸吧 谢谢苏太夫 太好了 你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 我不见了那么多猩猩剪纸 得努力才能拿回来呀 都怪有些人 这个是我今天得到的 送给你了 真的对不起啊 你今天这么卖力 原来就是为了要把这张猩猩剪纸送给我 是啊 我特意找个镜框把它削起来的 谢谢你了 看起来你真的很喜欢剪纸哦 我最想就是收起十二生肖的剪纸 之前已经有十张了 不好意思 算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不升纸了吗 嗯 还有一点点 三天的军训已经完毕了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做一个严守纪律的小朋友 在上书房用心读书 是 我以后就可以不用它了 这个就送给你吧 四四你送给我我也没有用啊 难道我真的要带上它上课吗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昨天晚上没睡觉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今天约了你去玩嘛 哇 从此以后 四四哥哥就找到了每天早起的理由了 哼哼哼哼 哦 不过呢 四四哥哥只是想玩的时候才会早起哦 这三个字幕 三国 你 可以 我 我 有什么事 我 有什么事 我 有什么事 我就